7组在边路即将得球 卡卡过来防守阿比达尔在掏边 巴西队防守重心也在这一侧 7组会怎么听球呢 右脚将球顺到左脚 再一回扣 卡卡被骗了 丢了防守正心 边运球边抬头荒茶 场上行事 卡卡反馈 这球本没有犯规的必要 但卡卡刚才被骗 心有不甘 这种犯规的冲动 踢球时被骗后经常会有 7组在这里 马克莱来传球 7组回头观察 观察形势的同时 肯定看到了高速扑上来的如你尼奥 7组会怎么做呢 是一脚做给李贝里 还是直接常规再回敲给马克莱来 还是接球半转身 找左边的阿比达尔 7组一听一闯 7组很坏呀 这摆明就是在玩 以7组一脚出球的水平 他要传李贝里 完全可以一脚出球 但他就是要一听一闯 勾引一下如你尼奥 真坏 马克莱来顶给7组 他的好机友大罗奔向落点 他也在往前移动 以我看球的经验 这种情况下 绝大多数职业球员 会直接做给左路的阿比达尔 而且很可能会抢第一落点时做球 但是7组呢 首先不要第一落点 现在要第二落点出球了 直接传给阿比达尔 也是最稳妥或者最合理的选择 但是呢 7组挑过大罗 然后投球点给阿比达尔 再完整看一遍 他就是要享受比赛啊 明明可以直接传给阿比达尔的球 但他就是要这样艺术化一番 维尔拉得球 起组在这里 以前的转播 近景切的真的有点多 即将得球的起组 回头观察 肯定看到了在回房的卡卡 余光肯定也看到了身后的李贝里 猜猜他会怎么处理呢 直接不停球 心疼卡卡又扑空了一番 不停球也是一种停球方式 亨利接球转身 起组根据亨利的带球 调整自己的前叉位置 突然间刹车 亨利分球 起组即将得球 球路有点偏后 马尼切飞奔回来 德科也在这 三个队友的位置 起组棒转身 则是出球瞬间 从他的朝向来看 有没有感觉他要拿球往回走 或往回给 从而反向避开不抢 或者拿球棒转身 看能不能打时间差 找李贝里那一侧 但事实上 这是一个侧身假动作 起组左脚将球 这样一停 德科和马尼切都被骗了 又刚好听到自己右脚 一气合成 一起完整再看一遍 传球后再牵插 接应边路队友 因为飞哥过来了 停在脚边并回给 一番传球后 前腰起打内核 边前卫 李贝里换位 突然启动那边 起组会怎么停球 顺势转身 一停下底吗 起组好像很少有这种下底的操作 直接往回停球 再回交中场吗 这是我所能想到的 起组没有直接往回停 再半转身了 这是出球瞬间 科斯蒂尼亚 以为自己可以断下球 已经倒地放场 起组这次出球时 脚面离草皮有点高 这种细节很重要 非常规 停球 使球弹了起来 闪开了敞球 飞哥看不下去了 直接来放倒了 他的好机友 起组就是故意将球停起来的 因为只有这样 才能避开敞球 刚才我们提到了起组出球 使脚面离草皮有点高 平时踢球的朋友可以试试 地管球过来 使脚面离草皮高一些 然后稍微带一点 斜切下压的力 这种方式 球就肯定能这样弹起来 这球首先是起组 回防断了德科的球 后要维亚拉立马传给他的前要 这球直接停或者顺一下 往前 都数正常操作 起组左脚一个 空踩一顺 当防守队员以为他想一顺后往右边走时 他右脚又一扣 防守队员这一下明显被缓了 起组往左边走 机会还是不好 再会给 再往整看一遍 从加都所的近景切回来 其他内即将得球 加都所扑上来了 右路的机位很好 本场加都所和其他内各种队位 起组知道加都所的暴力属性 往回听球 再赶在加都所之前转移球 阿比达尔的传球有点偏 起组左脚一点 右脚再传给加拉 接应跑位过程中回头观察 余光肯定看到了加都所 加拉不听球直接再回给起组 抬头观察场上行事 肯定看到了右边空位的萨尼奥尔 马上接球时又一次回头观察 这下肯定也看到了要扑上来的加都所 猜猜他会怎么处理球 看到加都所猛扑的情况下 如果球稳 他可以直接回敲给加拉 也可以做给他的保镖马克莱莱 他甚至可以直接一脚大范围转移球 给萨尼奥尔 但这都是比较常规的操作 就不好玩了呀 看七组怎么做 一个交叉步一让 扑空后的加都所想亡羊补牢 直接撞向七组 没撞倒他 自己却丢了重心 但加都所倒地后 还想用头去顶球 拼某的人最可爱呀 便向顾皮尔罗倒地了 裁判催了犯规 催的是之前加都所刚才撞的这一项 再往整看一遍 高空球过来 身材更高大的亚昆达 身后虎视眈眈 但其他那神奇的将球卸了下来 这怎么做到的 反正他做到 球落地后右脚再一扣 再与马克莱莱 阿比达尔一起将球摘了出来 马克莱来仓促直塞球被骗落难截后 七组低了一下头 仿佛在说我这么辛苦 带你们最终将球摘了出来 你们就这样回报我吗 开个玩笑 前些天 七组突然辞职 这是我没有猜到的 不过这让我想到来做这样一个主题的视频 由于时间原因 本视频给出的只是 七组在06年世界杯中部分让我觉得猜不到的听球方向或听球方式 2006年的世界杯最让我们猜不到的还当属决赛这个红牌吧 去猜本身就是一个有意思的过程 我们不一定要猜到结果 如果往往能猜到结果反而就不好玩了 好